2018年第129届帕萨迪娜玫瑰花车大游行进入倒数计时 由本地华商城堡利集团及美国巴鼎集团精心打造 主题为《鱼耀龙门自强不息的花车》即将登场 逾百年历史的玫瑰花车大游行于每年元旦日在帕萨迪娜市举行 2018年玫瑰花车大游行的主题是《Making a Difference》有所作为 保守估计现场观众约70至100万人 而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0亿观众将透过电视转播来观赏 城堡利集团总裁许坚表示 过去四年城堡利集团参与玫瑰花车游行 获得了社区热烈的回响和支持 新年的玫瑰花车希望借着鱼耀龙门的故事 提醒大家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着自强不息的信念 无论华人还是我们的这个不同的企业家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small business 都是其实每天都在自强不息 每天会遇到不同的challenge 每天都会有高也会有低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自强不息 怎么样去make the difference 怎么样去追求我们的未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讲 以Rising Above这个 作为我们的这个主题啊今年 花车布施了25万个华丽多目的花蕾 鱼花朵 八个瀑布和喷雾装置 营造出行云流水的气氛 花车上还有三条红尾动感的鲤鱼 头部 旗部和尾部都在晃动 仿佛从河流中一跃而出 冲上石柱做成的雕花龙门 为了显示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这次的花车还特别使用了AR技术 无论是在电视机前还是在现场 观众朋友们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将手机的摄像头对准花车 就可以看到鱼变成龙的3D效果 这辆代表着本地华人社区的玫瑰花车 还成功邀请了三届爱美奖得主王宗贤做主题曲 Rising in the Buff 自强不息 并由马来西亚国宝歌手希拉主唱 当天加州众议员Chris Holden 众议员周本利 洛杉矶县政委员Katherine Barger 联邦众议员赵美新区域主管郑寒平 帕斯迪纳市市长Teratonic等政商界代表 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逐一发言 预祝陈宝利美国八顶花车 在2018年元旦玫瑰花车大游行中绽放光芒 赢得奖项 为社区带来祥和与欢乐 凤凰卫视 陆梦 钱力涛 航帝 洛杉矶报道